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要进入安忍波罗蜜很重要的一个新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我们整个佛法里面讲 我们有两种障要克服 这两种障大的来讲 一个是烦恼障 一个是所知障 所谓的烦恼障 是指 我们跟我们的贪嗔吃麦鱼等种种烦恼有关的 那这一方面其实我们按照现代的 这样一种比较新的 对我们生命智慧的理解来讲 那么就是属于我们的情绪 跟情绪特别有关的 这一方面的烦恼 所谓烦恼就是障碍 那么我们生命中要做的另外一层的功课 叫做所知障 就是属于知识面 理性面 我们的无明 我们的无知 所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可以说 在整个佛法里面 那么有关我们的烦恼障的 这一方面的这个转化 有关我们烦恼障的这样的一种 超越 克服 升华 大概在佛教经典那边 应该是占了90%以上的比例 也可以说 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困难 绝大多数是在我们的烦恼障上面的 那么现代 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 在人类的这个语言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 就是1995年的10月份 美国的Time杂志 时代杂志 出现了一个封面 叫做What is your EQ 所以你的EQ怎么样 那么这是可以说 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出现了EQ这个名词 因为之前 人类熟悉的是另外一个名词叫IQ 也就是人的这种智力的商术 Intelligence Coaching 那么到了1995年的这一个10月号的Time杂志开始 我们开始探讨Emotional Coaching 就人类的情绪商术 所以从那个之后大家才警觉到说 原来人的一种所谓的精神面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那么除了知识面 理性面 还有情绪面 还有我们很多环绕的情绪 而产生了一些精神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现在花蛮多的时间在探讨人的情绪 那么在佛法里面讲 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五蕴里面 我们就要注意到五蕴的五个内涵 五蕴的第一个内涵是色蕴 色是指什么 可以看得见的 或者也有一部分 及早的部分是看不见的 Invisible 那么在色蕴这一方面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跟肉体关系比较密切的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 但是因为医学的发达 我们现在叫做人除了我们的肉体 除了我们的肌肉的系统 骨骼的系统 人类还有更维系的东西 比如说内分泌的系统 比如说你的免疫力的系统 比如说你的整个神经的系统 有很多非常维系的地方 所以人类的医学越发达 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色蕴这一部分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特别是我最近听到我很熟悉的 这个黄世明大夫 台南成功大学医院的一个很卓越的 内分泌的专家 那么他就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句话 他说以前我们都以为人的脂肪就是身体的累赘 脂肪是一种好像大部分都好像是多余的 可是最新的医学发现 人的脂肪的世界非常地复杂 不是我们表面上所理解的 所看到的说脂肪只是累赘 只是多出来的一些东西 脂肪里面很多东西甚至有记忆的 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回到 我们对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叫Holicityism 就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整体主义 也就是生命的整体性 因为生命不是切割成一块一块的 生命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有机的整体 那么这一方面 我们最近也在课堂上跟大家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中医也好 或者是印度的Ayurveda的医学 或者是藏医的这个系统 都发现人的这个身体 一方面它自己成为一个小宇宙 另一方面人的这个小宇宙 跟我们外在的大宇宙 还有非常微妙的 微细的 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种对应的关系 我记得我去尼泊尔 那么跟释迦族的长老 这个互动特别的多 那么释迦族的长老呢 他们在进行各种的扑甲 就是各种的这个一个相关的那种 这个礼佛的这样的一种各种的仪式的时候呢 非常微妙的是他们用七种的斗类 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斗类 来象征人的宇宙里面的七大个星系 比如说跟火星对应的 跟金星对应的 跟太阳对应的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亚洲智慧的精华 人跟 人是一个小宇宙 但是我们外在的大宇宙跟人 它是有对应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的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东西方文明接触的这个时候呢 我想亚洲人 来自亚洲的 对我们东方的这些非常微妙的 而且有上就是可以说像印度嘛 他们强调五千年 中华文化也强调五千年 那么这个当中就有非常微妙微妙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讲五蕴的时候 讲这个色蕴 光是色蕴就 就就就就就里面就是很大的学问了 那么特别是呢 那我想我这个二十年来一直持续在做一个研究 就是有关生土不二的研究 那么生土不二这四个字 其实来自《维摩结经》 也就是《维摩结经》的第一品叫做佛土品 佛国品 那么第二品呢 就是会讲到所谓的这个方便品 其实就是讲佛的净土跟我们的这个什么 就是跟法生之间的一种密切的一种对应的关系 就是你成就怎么样的法生 你的对应的净土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净土的一个世界 所以由这个《维摩结经》这样的一个法生与净土不二这样一个思想 那么开展到了近代 也就是在二十世纪里面的这个六十年代开始 那么从韩国 从日本就推动了一个很大的一种运动 叫生土不二运动 也就是说把《维摩结经》这样一种非常微妙的 这样一种这个法生与净土不二这样一个思想 然后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整个社会的一种绿色消费的运动 绿色消费的运动 我们现在讲这种绿色消费 讲这种这个环保的理念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盲点 这个最大的盲点就是什么 就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 来谈消费 来谈环保 可是你要知道 只要你的谈环保这个东西 只要是以人类中心来思考 你就永远有一个不能突破的盲点 这个盲点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你只想到人的需求 想到人的感觉 但是这个宇宙不是完全为人而 建造起来的 这个宇宙有它非常复杂的一种微妙的体系的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讲环保 我们要讲生态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 在《维摩节经》里面所提示的这个身土不二的理念 所以佛教因为有这种身土不二的一个非常微妙的 深奥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体系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像《华元经》《五十三餐》里面 就有蒲眼长者 那么讲述了他的一种所谓的人的一个生命 那么怎么样跟自然事实 印度叫五十 那么我们汉地叫四季就是四十 那么作为一种平衡性的一种对应的条理 那其实像我们在汉地 那么有很重要的一部医学的这个典籍 叫做《黄帝内经》 那《黄帝内经》就讲得很细了 不但是讲我们跟事实之间的一种身心的这个条理 还讲到一天十二个大使 现在叫二十四小时 古色叫十二大使 就知仇一毛 那么跟十二个大使之间 我们身体的一种跟我们身体的器官 跟这个十二个大使的一种时间的运行之间 一种非常微妙的这个关系 就是在十二大使当中 我们这个器官的这样的一种 内部的一个自我的条理 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进化的过程 所以这个就是说五蕴当中 光是一个色蕴的学问就大得不得了了 大得不得了 那么五蕴的第二个蕴呢 色 瘦 瘦就是我们感觉系统 就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feeling 那么感觉的系统也是非常复杂 人有各种 古人讲说七情六欲 有各种不同的情绪 但是五蕴里面讲的第三个蕴 色 瘦 还有一个想蕴 想蕴呢 是我们多数的佛教徒 至少在汉地的佛教徒 可能是理解的比较模糊的一块 为什么 因为想蕴呢 我们看在汉字里面中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想像嘛 其实这个想蕴呢 是我们修行上最困难 最难对峙 也最难转化 也最难觉知的一部分 所以我习惯你呢 用两个英文字 来说明什么叫做响韵 因为里面有两个字很微妙 一个叫conception 一个叫perception concep C-O-N-C-E-P C-O-N-C-E-P T-I-O-N 另外一个字叫什么 叫perception P-E-R P-E-R C-O-N-C-E-P P-T-I-O-N 这两个英文字的区别 会有助于我们对五韵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 conception 是理性的概念 所有通过我们的理性的运作 然后把我们认识的内容 语与概念化的 都叫conception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名字 比如昨天 今天 上午 下午 主委 这个 都叫做conception 2018年 2019年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都可以有清清楚楚的定义 这叫conception conception 就是五韵里面的第五韵 叫四韵 这四个字不用打 我现在讲的是四韵 五韵里面的四韵 所以 这个四韵 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主题 也就是说在大致论的第十五卷里面 那么对四韵这一部分的一些 要处理的理性的概念的问题 讲得特别详细 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主题 然后这个响韵 这个响韵 我认为就是五韵里面当中的 就是五韵当中这个响韵 其实就是英文里面说的 刚才打的是perception perception这个字 如果我们要翻成中文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很适当的对应的字 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容易说明响韵是什么 就是你的印象 尤其是近代绘画当中的印象派 impressionism impressionism 印象派 印象主义 我个人非常喜欢 monet的画 monet的画就是最标准的印象派的画 比如说中国的古代的绘画里面 有所谓公笔画 比如说清明上河图 你会发现 那个笔画好细腻 还有比如说清朝 清朝也有所谓的花鸟画 公笔的花鸟画 都要画得很细 鸟的羽毛 所有都要画得非常的细 那么 比如说你如果看monet的话 它有个特色 就是说它如果画荷花 它画花园 然后你会发现 你看到的不是很细的公笔 或者这些很细节 不是 你看到是你印象中的花园 你印象中池塘里面的荷花 那个叫印象主义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生命中其实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接触 其实印象多于概念 我就是一个印象 好 这个就是主要的功课在这里 我们通常对一个人的印象 比如说这个人很有礼貌 很优雅 这个人他是非常体贴的 诸位 所有这几个字 是你对这个人的印象 而且这个印象对你是很鲜活的 不过问题在这里 所有这些印象都没有办法清楚地把它描述出来 你只能举例说 为什么你说它很优雅 举个小例子 比如说它端茶杯的时候 那个动作练练分明什么之类的 或者你觉得它很体贴 你可能要举一个事情做例子 比如说那一天我们在开门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先上前一步把那个门轻轻地拉开 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些印象把它概念化 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很清楚地 用很清楚的名像名词去把它说清楚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印象的世界里面 我们大部分时候用的是形容词 我们有很多形容词很美 然后比如说如果我们喜欢这个宋朝的这个词器的人 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老祖宗太厉害了 他在描写什么乳窑啊军窑啊 他就会发明很多对那个颜色的形容词 比如说乳窑的颜色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白 怎么样的一个青 这些都是属于印象派的形容词 可是现在你看在这个微软的这个四川的系统里面 他说基本上你的电脑上呈现出来的颜色 那个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可以分成256个颜色 甚至现在可以到1080 就是说原来那个颜色跟的它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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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颇长 可以把它定义为1080 就是1080个 我现在告诉你 在印象派的世界里面 你永远分不清楚1080跟256的差别在哪里 你只能模糊地说 就是那个绿色嘛 就是那个红色嘛 就是那个粉红色嘛 为什么 印象 impression 所以如果你喜欢monet的话 那么你就是 你在乎的是 你的印象 那么如果你看清明上河图呢 他就要用工笔去画出那一道桥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诸位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微妙的功课 佛陀告诉我们 要生观五蕴 波陀心经加到我们的一个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关键就是 行生波陀 用圣圣圣圣圣的波陀智慧 跟禅定相应 然后 去照见 生生的照见 照见什么 五蕴都是缘起的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就已经不是 你已经不只是用你的印象 你还知道原来我的响应只是印象而已 它没有办法概念化 它没有办法标准化 那么因此 记住我们修行的要点之一就是 我面对我的印象 我就如此的了知 这个只是一个印象 所以我说我觉得那个人很体贴 那只是当时某一个事件下 我对那个事件的印象 而那个事件你没有办法去升官到 原来那个印象的发生跟时间跟空间 还有当时发生的一些因缘 我其实是模糊的 印象派是模糊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在大致顿第十五卷 我今天要讲的在573月开始的 最后第一行开始这个地方 我要讲的是属于概念化的部分 也就是五蕴当中的色 受 想 行 事 属于四蕴的部分 四蕴的部分 也就是属于conception 概念化的那个思维的部分 那么五蕴当中我们刚刚讲色 受 想 想蕴刚刚已经讲清楚 就是属于印象的 所以要晓得 我们修行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乃至于说有一个很大的业障 就是我们常常活在印象的世界里 然后用我们的主观 去不断地去回应那个印象 所以我如果想到某一个人 我的印象就来了 而那个印象正确地讲 叫做你对那个人的成见 而那个成见是没道理的 因为那个成见是当时的一个impression 像我们现在好的相机 它可以很高的这个画数 可以到这个几万个画数 可以无限地放大一样的 可是你记住 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情绪 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对人的所反映出来就是我的印象 所以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 我就喜欢他 因为我的印象就是那个样子 但是其实印象是片面的 印象是碎片式的 印象是不完整的 这个就是当我们要形身不弱 当我们要照见五蕴的这个缘起的一个面貌的时候 永远要警觉到 你的响运 你的响运很主观 你的响运是很碎片化的 你的响运是非常不客观的 你的响运常常是一种成见 然后成见久了就会变成偏见 所以有一部英国的小说非常的有名 叫做Sense and Sensibility 中文的翻译作感性与理性 还有一部电影同样一个作者 就同样一部小说 那么同样一个作者写了另外一部小说 叫做傲慢与偏见 我建议大家好好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这个小说变成电影以后 反而描述得更为细腻 讲到一个人 有一个人 因为他的傲慢 所以他永远用他的傲慢的心 投射到他对另外一个人的了解 结果所有的了解就是 So wrong about that 是如此你的了解其实是一堆误解的积累 这就是人生的功课 傲慢与偏见 你的傲慢形成了你对某一个人的偏见 然后你一想到那个人 那是一个很傲慢的人 不可理喻的 结果最后当你真正更了解那个人的时候 你发现他并不是傲慢的 他是很慈悲的 他是非常关怀别人 乐以助人的 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的男女双方 彼此都有成见 有偏见 然后就因为这个偏见 所以造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误解 所以为什么说要照见五蕴皆空 因为我们要照见五蕴的每一个蕴 每一个积累的那些 在心思里面漏下的那个种子 都是源起法 所以形身剥弱就是要升官缘起 升官缘起 因为升官缘起 所以你要说 为什么我有这个印象呢 原来我那个印象其实就是一个偏见而已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困难在哪里呢 我们之前最近刚刚带着大家一起读了 一行禅师的那一篇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成见 太多的偏见 太多的误解 然后积累的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都 我们的心 我们的感觉就僵化在那个地方 而重新开始就是 要我们重新升官缘起 重新用一种更客观的 更如实的态度 去了解我们身边最接近的人 我们要讲那个 怎么样去转化我们的情绪 怎么样去改善我们周边 最亲近的人的一种人际关系 我觉得在这一点 还是这四个字 升官缘起 就是你这种感觉 你这样的一个成见 或者甚至你警觉到 这原来是一种偏见 那么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它 它怎么发生 怎么发生就是 它的缘起到底在哪里 你要把每一个事件 重新如实的去还原 那么这个是属于 想运跟事运的分别 所以我们一起念 重新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 还原你的那个缘起的 这样的一种觉知跟觉心的话 你只是越想越气 越想越委屈 然后用最难听的一个俗话来讲 叫一肚子的大便 特别是在那个最亲密的人之间 这种问题最容易出现 因此 我很希望大家 我们最近推荐大家读这个 重新开始 就要从这个地方 重新了解你自己 重新了解你身边的人 重新了解跟你有互动的人 特别是重新了解 你很关心的人 甚至重新了解 你原来很尊敬的人 而你现在非常的看不起的人 所有这些情绪化的转折 所有这些 就是开始偏离了那个 诸法实相的 这一些误解 我们要做功夫 我们讲佛法里面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施西坛 讲到对峙西坛 讲到对峙西坛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的探生生脉也要对峙 但是诸位要晓得 离开了我们当下的五蕴 去做升官 去升官缘起 去如实观照 我们讲的对峙西坛 不容易落实 我们讲的对峙西坛 仅都只是一种知识性的一种理解而已 跟我们的生命的转化 连接不起来 这是我们在每一个当下的起心动力 里面也要做的功课 如果这一点你不愿意下功夫 你会发现就是说 你可能学佛的时间蛮长的 也做了很多功课 念很多的佛号 持很多的座语 做很多的大礼拜 可是好像对你那个很深的那些 内在的一个深层的习气 产生不了对峙跟转化的效用 其实人生如此的无常 如果我们不能即使在这个当下的五蕴 去做升官 去做升官缘起的功夫 什么时候才能修呢 等到中阴身吗 那你要有很好的因缘 如果在中阴的阶段 你没遇到好因缘 那也可能在中阴那个阶段 你又继续的重复了同样的成见 同样的印象 然后不但这辈子没有进步 到了中阴你也错过了 那个自我转化的机会 然后今天五蕴里面还有一个运 我还没有跟大家讲 就是行运 这个行运的行 就是十二支元旗法里面的那个第二支行 就是生生世世 带着我们生命往前走的那个动能 而那个动能 那个动能 就是跟我们的知情意当中 跟我们五蕴当中的行运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 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现代的白话来讲 行运就是指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的意志力 所以为什么佛陀在讲八正道 讲这个四圣体里面的这个道 道地 然后道地里面 第一个就是八正道里面的第一个叫正见 然后第二个叫正思维 而那个正思维后来玄壮大师 把它翻译作正字 字向的字 就是我们的意志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整个连结起来 就是说 原来所谓的行运 就是指我们的志愿 我们的志向 所以就像这个广青老师上讲 我们临终的时候 有三个力量带着我们走 一个是我们的业力 就是你平常的这起心动念 你的那个业力 那个业力是牵引力量是最大的 你动不到就生气了 你看你临终一定是障碍现前 无从的障碍 然后化为牛头马面 什么这些东西 让你苦恼不得了 苦恼的不得了 当下这临终住不了主 颠倒颠倒 然后就沉沦沉沦 坠落坠落 第二个带领我们临终 往前走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念力 临终那一念 你临终你念头靠在哪里 你的转世轮回就往那里走 那第三是你的愿力 愿力 一般人生命没有目标 他就谈不上愿力 但有些人目标是很强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的修行 我们在课堂上也环复跟大家强调 修行最要紧的就是 修当下这一念 尤其是当下的第一念 也就是在每一个当下 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的念头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的这个习惯 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稍微有点不顺 你第一个念头就是讨厌 第一个念头起来的就是可恶 然后甚至于在人际关系里面 你那个常常出现的第一念头 说你去死 这个都这样的念头 这样的一种习惯性的念头 都保证一件事情 你临终的时候一定堕落 堕落在什么 就堕落到三恶道 因为三恶道是跟我们三个 根本的三读连结在一起 第一道跟什么相应 跟称相应 二恶道跟什么相应 跟贪相应 出生道跟鱼吃相应 所以三恶道其实是我们心头的 贪称吃这个三读 带领出来的 开展出来的神明的道路 你不在当下这一念里面 去对峙这个三读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关闭三恶道之门 你的贪生是越强 你三恶道的门 那个路就开得越大 而要关闭三恶道 只有今生今世 也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人道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在作为一个人 人生难得经意的 然后我们动不动就要生气 可惜了 动不动就是要往无明的这个方向去走 可惜了 动不动就是贪得无厌 贪令 那就可惜了 我们这个话平常也讲了不少了 可是我们很少把这个话 放在我们当下这个第一念去用功 我个人最在乎是当下第一念 我的最大受用是来自李秉兰老师的启示 他这个繁复的念 修行就是当下第一念 所以念佛要得力 也是要当下第一念 就是我每一个事情一发生 我不小心跌倒了 我不小心踩到什么这个尖的东西了 我第一个念头起来的就是阿弥陀佛 就用这个阿弥陀佛来转掉我们所有的负面的念头 我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讲过 我一个堂兄 小时候可能跟妈妈的这个缘比较不是那么顺 那么常常在家里蛮委屈的 所以我母亲呢 每一次到我这个亲戚家 就鼓励这个小孩说 记住哦 要念阿弥陀佛 要念观音菩萨哦 所以他记住了 他每一件事情呢 第一念就是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他到台北市 在一个 在一个 就台北市仁爱路 骑摩托车 被撞了 然后呢 人就飘到半空中就掉下来 然后他就记住我妈妈那个话 那个其实就临终的那一念 他就念什么呢 他念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么他念这么一句观音菩萨呢 他本来呢 救护车来了 一看摸摸这个孩子的脉搏 心跳停了 赶快送到台北市的殡仪馆 送到殡仪馆的时候呢 要放到冰库里面 要冰起来啦 偏偏他那个 那个那么掉下来的时候 脚跌伤了 所以那个膝盖是弯的 就要推到冰库 推不进去 就碰到他的那个 脚上面的那个神经 那么碰到这脚上 这个神经的时候 触动他的神经的时候 他没事 他还活着 可是呢 休克 所以呢就触动他的神经以后 他突然大叫一声 所以冰医管人吓快 说这个人没死 怎么能够送到冰窖呢 就这样活过来了 就是念观世音菩萨 诸位 这个就是第一念的重要 所以每一个人要常常自我 检验一下 我的第一念是什么呢 记住 如果你很多次你的第一念 就是贪真知 那就是 你的第一念保证你 把三二道的门 开得很大 如果第一念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相应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这个堂兄 对不起 我的表兄 是我舅舅的儿子 我这个表兄 他在掉下来那个当心 因为他念观音菩萨 他就想睡觉 然后耳边就有一个声音 一直跟他说 你现在不能睡着 你现在不能 所以他就持续不能再念观音菩萨 虽然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修课的状态 还持续念观世音菩萨 就这样子 把一条命给救回来了 就这样开展他生命中后来很多的善缘 后来他长大以后他变成一个园艺方面的专家 还到日本去留学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我生命中我见证了实际的例子 那么因此五运当中的第四运 就是这个行运 就在我们当下每一念修行就在第四运 那个第四运就是告诉你 要坚定你的念力 也就是你的意志 你的生命的方向 所以广老就讲到说 我们生命中最后的那个三个决定你的去处的力量 就是你的业力 你的念力加上愿力 所以为什么求生净土往生的 你的愿力很重要 信愿行就靠这个愿力 你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所以这样的一种信念 就成为你临终的最大的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 那么我们在讲到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先把这个造进五运结构的五运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么为了说明这个五运 所以我会特别用两个英文字 一个叫做conception 一个叫perception 好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佛法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特别说明 为什么佛陀在路尾院 留下来的那个像 那个石雕上面 你看到的是佛节的说法印 上次我们也特别说明 这个说法印代表什么呢 这个说法印代表 整个佛法 佛陀说法只有一个目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 这简单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烦恼 我们不是常常说烦恼叫结吗 打结啊 那这个烦恼结要怎么打开 就是这样 把这个结打开的这个动作 把它艺术化 就是佛陀在路尾院的那个 留下来 后来的这个石雕上面 你所看到的 就是这个 把这个心结打开 也就是把贪嗔之脉移的心结 打开的这个姿态 换句话说佛法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就是打开我们的烦恼结 其中90% 甚至99% 就是我们跟 今天讲的 跟你的色受想行事里面的 受孕 感觉系统 跟你的想孕 跟你的印象的系统 还有 你的行孕 所以五蕴里面有三个蕴 都跟我们打开这个节有关 然后剩下10% 或者剩下1% 那一部分就是你的四蕴 也就是你的手之脏的部分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当然我想在经典里面 也没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同样的表达 但是我想我这个理解 大概应该是 很接近了 很接近 因为我只是用现代的一种语言 来诠释这个五蕴的内涵 所以我们在谈说 行声剥落 然后要升官缘起 那么这个当中 我想 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这个角度去理解 我想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么我们休息五分钟 再来继续 跟大家来谈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就是我们今天 大制度论讲义的 五百七十三页的地方开始 最后一行 各位菩萨同修 大家吉祥 刚才提到了说 佛陀 在 入眼院说法 三转法轮 那么 当中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佛说一切法 乃是为了 打开一些众生的心结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 说法因 所以佛法不是用来细论的 什么叫细论 细论就是你所谈的问题 跟破迷起物 跟你的 这个整个生命的一种 烦恼的解除 毫不相干 这样的一种问题是问不完的 所以基本上 在我们佛法的学习过程中 有些问题 很重要 因为它是 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个 究竟的智慧的开发 除了这种 跟生命的课题有关的 其他是 不用回答的 那么 我们现在同学们要常常记得 说法因 就是把烦恼节打开 当然 首先要解开自己的烦恼节 因为 我们要认识烦恼节 最容易的 切入点 就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自己的行动念 我们自己最清楚 那尤其是在我们头脑清晰的时候 这个脑筋还能用的时候 及时做这个功课 也许有一天我们有某一些身体的障碍 神经系统的障碍 心血管的障碍 我们就是想做这个功课 大概也就太难了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善用我们这个资料 所以我很喜欢我一个非常尊敬的书法家好朋友 这个杜忠告老师 他有一天写了七个大字 叫做五蕴蕴三头好修行 所以这五蕴 我们讲召见五蕴皆空 甚至有人说五蕴都是障碍 这是不对的 五蕴只是我们这一次所带来的身心的资粮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五蕴三头 这一辈子这五蕴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赶快用功啊 而且不是朦朦朦朦朦的糊里糊涂的 就是在这个五蕴上要什么 要做身剥弱的功夫 要做身关缘起的功夫 有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事情 我的这个容忍度是归零的 是零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么好的一个身心条件 可是我们把时间浪费在戏论 把时间浪费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一种 情绪性的这种课题上 是课题 但是我觉得时间的浪费 那特别是在八年前 我因为心梗 做了一个支架 大路叫搭桥吧 所以我就觉得我对时间的无常感 对时间的无常感是更加迫切的 所以佛陀讲得很清楚 说人命 我们这个生命在哪里 在呼吸之间 在一夫一息之间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在生活中 要养成这样的一种 对无常的一种警惕心 对无常的警惕心 那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 我们大师论讲义 五百七十三页最后第二行 五百七十三页最后第二行 这句话很重要 如是种种因缘 虽未得到 以诸凡老法中能忍 是名乏忍 我们在凡夫地 我们要得到这个身体 也就是我们这个之前特别引述的大病 不如今五百八十页所说的 为什么菩萨不极端烦恼 因为你只有这个烦恼 你才会得到这个 通过父母的 父经母学的结合 而得到这个结业生生 结就是烦恼结 我们这个肉身就是烦恼结的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要极端烦恼 我们这个身体就没了 这个也就是佛教很高明的地方 我明明知道我这个身体是烦恼结 是结业 是烦恼的业 烦恼的结造就的那些业 而成就了我这个身体 但是佛教很积极 佛教这个我可以借假修真 修什么真 成就我的法身 法性生生 我这个身体是烦恼结 是烦恼业的身 但是我借这个烦恼业的这个身 来成就我的法性生生 所以我就老子说呢 唯有大患 我有神 说我的生命最大的苦恼 究竟我有这个肉体 但佛教就说你不要抱怨这个肉体 为什么 我们就赶快借假修真 那么像道家会比较偏重的说 我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个更长的寿命 所以我可以呢 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更长的寿命 我可以修炼更高的一种生命境界 那佛教是说 轮回是世间的实相 所以我不怕轮回 我们就用泰戈尔的诗来说呢 说我要死了再死 来 知道生命是没有穷尽的 那你就会看到 生命在轮回中 也有一种更重要的讯息叫做 生生不喜啊 生生不喜啊 死亡并不代表结束 但是死亡告诉我们 生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 佛教的整个 轮回的思想本身 有它非常非常卓越的积极性 可能同学不知道 我这么多年来 从我当年就是在佛光山开始讲大致论 然后呢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讲大致论 不同的场合 场域 不同的对象 包括说现在在台北这边讲大致论 其实我都一直是带并讲课 包括我很早的时候在台北的顶级大楼 那一个班特别大 那么我们那时候讲大致论 我上课前都是躺在病床上这样的 因为多年的未病 那都是很勉强的这样的 就是那一年那个对法的一种坚定的信心 所以才带着这个病 包括说最近讲课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老是胃痛 痛得很厉害的 但是我今天上课也 因为什么 手上没有药 所以现在就也是带着这个病痛在讲课 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世间一切一切的善法 都是在有肉法中成就的 都是在有肉法当中成就的法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有肉 我们就没有希望成就无肉的智慧 所以无肉的智慧是我们在有肉法当中 我们愿意接受世间的缺陷 我们跟世间的缺陷 但是与并共存 与并唯有的这样一个心态 然后我们不在病苦的面前投降 我们也不在世间的有肉法 有缺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放弃这个理想 这个理念 所以如是种种因缘 虽未得到 而以诸凡达法中能忍 我愿意承担 我愿意忍耐 这个就是法忍 所以我们讲安忍波罗密是两块 前面我们很多时间在讲对众生的人 然后我们现在后面这一块就讲到更多的对法的人 那么法有心法有外法 那么我们现在是讲到法忍当中 比较抽象的部分 这个抽象的部分 就是讲手之章这部分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在佛法的这个环境当中讲这个忍 我们可能会讲比较多的烦恼障的部分 那么手之章这部分 其实是比较细微的 比较少讲 但是这一部分如果讲不清楚 搞不明白 结论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烦恼障也有很多部分解决不了 所以这一部分是为什么 为了照见诸法极空 是为了要明了诸法事项 所以要能够把手之章这部分说清楚 讲明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 来跟同学们继续谈这一块 讲义五百七十三页最后一行 请同学一起来念一下这几句话 复制菩萨与一切法 只一相无二 一切法可视相故 故言一 眼是四色乃至意识是法 是可视相法 故言一 故言一 复制一切法可知相 故言一 苦法至苦彼至知苦地 及法至及彼至知及替 媚法至媚彼至知媚地 道法至道彼至知道替 是可知相远一 又善四字 亦之苦其媚道 虚功非至圆境 是可知相法 故言一 那么这一段文字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 那么有很多种路径 比如说一切法 我们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那么它就是一相 这个一不是一二三的一 是整体的意思 就是这个整个世界 你用一个整体的观点去看 它就是一个世界 此方世界 他方世界 都是把那一个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 所以一切法可知相 或是一切法都有我们理解的角度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 从这角度来一切法就是一 那么譬如说一切法可知相 一切法这个可知可知 就是我们不同的角度 言而彼此生意六四 去认识了这个世界 那么多有它的切入点 乃至于对这个四圣地的认识 理解 那么譬如说苦圣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苦法治 我们直接去体验生命的苦 苦彼治 我们利用推理的方式去了解生命的苦 那么这就是说 对苦地的理解 可以通过法治跟彼治 法治是直接经验 彼治是推理性的了解 推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认知 那么极地 灭地 道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对四圣地的理解 我们要很严肃地来看待这个理解的进入 大乘佛教呢 我们以为大乘佛教是不讲苦极灭道四地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因为苦极灭道四地是佛陀在菩提苏家开悟的真理 佛陀发现说这个世间一切在无常当中 很多的这个事情往往是不如所愿 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种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开展的过程里面 一切皆苦 不但一切皆苦 而且三界同苦 也就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欲界是我们凡夫的境界 六道轮回当中占六分之五 然后从欲界在通过禅定的修持 到了比较高的程度的禅定 那个叫色界 也就是四禅天 就是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到这个四禅的境界 这个是属于所谓色界 最高的禅定是无色界 无色界 又有四重的天 但是在佛教里面认为 三界同苦 因为即使你到了最高的 这个所谓的无色界的禅 你还是离不开轮回 你已经超越了人的一种色相 但还没有离开轮回 你还是有许多的极为系 极为系的极为系的烦恼 然后这个烦恼如果什么时候在 违系的烦恼什么时候在扩大 你又 又开始往下掉了 所以佛教 才告诉我们 有最高境界的无所依禅 无所依禅 你可以把这三个字打出来 无所依 所以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 中国的佛教后来在禅中所呈现的那个追求的禅 叫做无所依禅 他跟印度的那个所谓的四禅八定的 就是古印度教里面所追求的四禅八定 那个都属于有所依禅的境界 那么因为达摩祖师的关系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的禅宗 他所追求的是无所依禅 那么这个特别是到了后来 在六祖慧能大师的谈记里面 那讲的可以说是特别的直接 也特别的简易 也特别容易切入 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苦胜替 然后从苦胜替 我们就知道苦的原因在哪里 因缘是什么呢 所以它会有集体 也就是进入了十二支元起法 那么我们前面特别跟同学们 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讲到这个十二支元起法的内容 从清静道论的一种说法 到了后来像佛史比丘 他讲的这个十二支元起法 乃至于是像应顺导师讲的 或者是像一行禅师讲的十二支元起法 这个属于集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致多论 没有离开四圣地的 反而我们要通过四圣地的 详细的 如实的解说 那么来更理解到说 以四圣地的这样的一个 根本的佛教的教法为内容 为基础 然后我们就有机会 来进一步了解说 以四圣地为基础 然后我们可以了解诸法实相 通过对知法实相的这个 如实的了知 所以我们再加上六波罗蜜的这个修持 那么六度相色 来成就圆满究竟的佛法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六波罗蜜 这个波罗蜜 Paramita Paramita 这个字很重要的一个认知就是 要知道六波罗蜜就是生命的六个圆满的方法 Paramita就是圆满 我要从此岸到彼岸 我到了彼岸了 这就是圆满 这是六度的根本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讲到这个大字的论 或者我们追溯到大品波罗经 追溯到佛陀所说的这个整个波罗的这个教法 乃至于扩大为六 这个所谓的大波罗经六百卷 这整个波罗蜜讲的 用现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生命的圆满之道 也就是圆满的生命哲学 所以他就是讲生命哲学 他不是要跟你传一种宗教或者是什么 建立一种宗教的威权 都不是的 他就是追求生命圆满的智慧 这个智慧有六个具体的切入点 就是布施来广结善缘 来积累福德 慈戒 那么不侵犯别人 也不要伤害自己 那么通过慈戒波罗蜜 然后怎么样呢 能够得到生命的一个人际关系的 一种更大的圆满 然后安忍波罗蜜 我们现在所讲的 就是要通过安忍 通过众生忍跟法忍 那么种种的这个层面的这种自我的转化 那么来达到面对生命的缺陷 面对生命的有漏 然后我们能够如何活得安详自在 那精进波罗蜜就是因为 你要圆满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功课 所以你必须要非常耐烦的 非常精进的 不懈怠的 不退转的 在不断的轮回中去圆满各种功课 把缺陷化为圆满 那禅波罗蜜就是因为 我们要通达生命的一个完整的实相 诸法实相 所以因此 我们就要非常努力的去修学不同层次的禅定 然后由浅而生 然后最后通过究竟的无所依禅 然后去达到最后第六个波罗蜜 波罗波罗蜜 就是圆满的智慧 所以圆满的广结善缘 圆满的慈见 圆满的安忍 圆满的精进 圆满的禅定 最后达到圆满的智慧 所以六波罗蜜就是整个生命的圆满之道 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四圣地 这个是我们佛法一个非常非常根本的 道地就是以八生道为准 那八生道因为是着重于戒定会 属于个人自修 所以到了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 就进一步把它强调 在戒定会之后又加上施戒人 就是布施慈戒 然后加上这个 对不起 就布施安忍加上精进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完整的生命的圆满之道 然后我们看到讲义五百七十四页 刚才念到了那个 道法至道彼至至道地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即 就是甚至还可以包括什么 善四字 就是世间法里面有很多跟佛法可以相通的智慧 那么这些世间的这种善四字 也一样可以带领众生去理解苦极灭道的 这一部分我们现在是一个宗教对话的时代 在全球化的时代里面要全球的和平 就是我们要通过宗教对话来建构全球伦理 然后让大家彼此更多的一种正向的 一种相互的了解 一种相互的了解 所以善四字一样是可以 如实地理解 如实地理解苦极灭道 然后虚空非自言灭是可知相法 也是叫做一 这个非自言灭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名词 佛法呢基本上强调的修行力叫自言灭 就叫通过苦极灭道的智慧 然后去成就了苦极灭道里面那个灭地 就是内藩的境界 非自言灭呢 是他并没有去通过苦极灭道的这种智慧的开发 但是呢他可能在生命的某一种因缘之下 他也弃入了那个苦极灭道的灭 就是内藩的境界 那么像辟知佛都是走这一条路的 辟知佛叫独觉嘛 那独觉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人类史上 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体系里面的先知 那么他并没有是因为听佛说法而开悟的 但是他一样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很高度的智慧 他也有他悟道的生命境界 甚至可以弃入到某一个程度的这个相应的内藩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非自圆灭 这个非就是指 不是根据苦极灭道四地的教法而开悟的 而弃入内藩的 我老家会你帮我读一段 接下来 五百七十四页 一二三四 第四行 副次 一切法可原相 故言依 掩饰及掩饰相应法原色 偃误 耳饰 恶饰 鼻饰 耳饰 舌饰 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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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言一 赴次 一切法各皆一 一负有一名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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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名为三 如是乃至千万 皆是一而假名为千万 赴次 一切法中有相 顧言一 一相顧名为一 一切物名为法 法相顧名为一 如是等无量一门 拓一相 不着一 是名法忍 注意一下 最后这一句话才是关键 因为你可以从各种各种不同的角度 去说这是一 这是一 这是一 可是你会发现 无量的一 对不对 那么因为有一 所以就会有很多意 就是差异性 那么到底一是真实呢 或者意是真实呢 现在龙卒不知道在这里讲的很重要一句话 如是等无量一门 人破意相 记住 破意相 然后又不着一 就是我把种种的差别对立 如实地了解之后 我又不值作为这个一相 那么记住 破意不着一 这个就是法忍 为什么 因为你不值作为一 你说一是一切的根源 一是一切的根本 不用 为什么 因为一也好 意也好 要看你切住的角度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 法忍的意思就是不在法上戏论 不细论才是人的重点 不细论才是人的重点 这点请大家了解 好 请接下去 复赐 非常 我 非我 色 非色 可见 不可见 有对 非有对 有漏 无漏 有为 无为 心法 非心法 心术法 非心术法 心相应 心相应法 非心相应法 如是无量恶门 破意 不着恶 世民为法忍 那么这里跟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理解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切入的这个角度 然后比如说我们强调一 就是说因为很多东西都从一开始的 但是破意 破意 破意 然后又不着一 这是一个 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的二分法 比如说有内外 有这个空不空 有这个有无 有常无常 我非我 那么这个都属于二分法的方式 那么破一不着二 也不要去执着这个二门 就是这个二分法 接下去 不施 不施 菩萨观一切法为三 何等为三 下中上 善不善无济 有无 非有非无 见地断 思维断 无断 学无学 非学非无学 报有报 非报非有报 如是无量三门 破一 不着矣 世民为法忍 这里是同样的在告诉我们 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不同的切入点 比如说前面讲一 接下来又讲二分法 然后接下来又讲 可以从三个角度去 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的 比如说善不善无济 那么就是中性的 善是一种法 不善是一种法 那么还有一种中性的 非善非不善 那么这就是无济法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各种的理论 它可以一强调就是一 一来就强调就是二 一再来强调就是三 那比如说下面这一段 来再念一下 父次菩萨虽未得无漏道 结始未断 能性无漏甚法 即三种法印 一者 一切有为身法 无常等应 二者 一切法无我印 三者 捏盘始法印 得道贤圣人 自得自知 菩萨虽未得道 能性能受 世民法忍 那么这里就是一样用三法门来理解这个世界 包括在佛教里面有三法印的论述 佛特有三法印的开始 那这个三法印 为什么叫法印 就是要 印证 你说的法 是不是佛说的法 所以这印证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用印章来证明说 这个你的身份 那么三法印就是 要印证你说的法 是不是跟佛说的法相应 是不是跟佛的说法的这个内容一致 那么三个印证的标准 那么这个三法印里面 要印证你说的法 是不是佛说的法 是不是跟佛法相应 跟佛陀相应 那么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你承认这个世界是无常吗 如果你的主要说这个世界是有常的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上帝 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神 那么我们就直接聊到高点 佛陀不是这样说的 佛并没有说这个世界有常 佛承认世界有犯天神 有这个第四天 但是第四天也好 犯天也好 都不是永恒不变的 他们也是在无常法中 这是第一个法印 所以我们要检验 你说的法是不是佛法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第一个 要承认一切法无常 一切法无常 这个特别是我们后来在这个 这个讲到三法印当中 这个包括四念处还有一个观心无常 这是很实际的 我们怎么办观心无常 第一个 我的念头就是无常了 要看这个世间的无常 就先看你自己心的无常 我们是对人的态度 我们是对这个世间的理解 是不是不断在改变 一转生可能你就变了心 一转生可能你的态度就彻底改变 这就是观心无常 都没有掏出佛的时候的第一个法印 那么第二个法印是什么 第二个法印叫做一切法无我印 所以有一切的这个法无我 无我是什么意思 这个无我不是没有我 这个无我是强调 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主体 所以我们要承认 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 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实体在那个地方 因此从这个地方去看 会不会有一个独立不变的我呢 没有 因为我呢 也是离不开这个原起法 所以当我们说照见无印皆空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今天特别花多的时间去谈照见无印皆空 这无印皆空就告诉你 无印无我 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来自这个五种的元素的结极 这五种元素就是色受想行事 所以重点是五印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 可是五印合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有我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借假修真 这就是重点 重点不是否定我 重点是告诉你 虽然无我依然可以借假修真 第三个反应是什么 你一定要承认 当我们熄灭了贪嗔之以后 当我们照见五印皆空以后 当我们照见生官五印皆是元旗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涅槃真实的境界就现前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凡夫 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我们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觉得我是实在的 而且我要追求就是生命的永恒 可是你要记住 在佛法里面生命不是永恒的 所以世间的美 真正的最大的美 就是无常之美 我觉得像日本人 我上次跟你讲说 日本人把这个佛战节定带 它的樱花最盛开的那一天 是因为什么 因为樱花的花期最短 不会超过七天 第二个 这个樱花虽然 它的花期只有七天 可是它的无常真的在生命最美的那个时候 所以告诉你说 我们要在无常的这个变化当中 去看到生命的庄严的内涵 不是说因为无常你就消极了 那是误解 那是错解 而是虽然看到生命的无常 却觉得 哇 生命怎么可以如此的庄严呢 可以如此的美好 就像说我明明知道 我们的五蕴是烦恼合合之身 可是我们一样可以接下来修真 我们可以在五蕴的这个肉身 在这个烦恼结疾之身 我们一样可以成就六波罗蜜 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人在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 他让身边何等的庄严 但一个人持戒像宏一大师这样 他的持戒这么严谨 我们看到哇 原来持戒之美 我们看到安冷波罗蜜 虽然人在病苦中有这么多的这个缺陷 但是生命一样可以活得很庄严的 所以戒甲修真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理解的时候 三法印是一个整体 就是因为无常无我 所以我们在无常无我 放下了这些世间的执着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让生命 还原到涅槃极境 在那个涅槃极境这个当中 哇 生命是可以如此的美好 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去 如实的理解这个涅槃这一部分呢 我们以后上课还会继续跟大家讲 特别是到了波罗波罗蜜的时候呢 我们会对涅槃极境 涅槃十法印那一部分呢 我们会跟大家更细更细的来解说 然后这里面龙卒佛萨说得很清楚 得到贤圣人了 贤是指阿罗汉的四国 圣是讲佛菩萨 那么这些已经得了道的 得了三法印了 已经成就六波罗蜜的这些 得到的贤圣人 记住 自得自知 他是靠自己的努力 去成就这些善法的 成就六波罗蜜的 成就四生地的这个道志的 那么菩萨虽会得到 那菩萨是什么意思 已经七地以上的菩萨 那个就已经到了不退转地了 七地以前的菩萨还是有凡夫的烦恼 所以菩萨虽然还没有得到 就还没有正到七地以上的 这个无生法人以上的这个境界 但是能信 他靠着他的信心 我确认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理 然后能受 能够承担 能够carry out 能够继续承担这样的一种 佛形事业 自立地他 那么这个就是法人 所以我们在凡夫地 从出发心到成佛 坚持法人 特别特别的重要 然后你会发现这里面 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块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上个星期有跟大家谈到说 六菩萨蜜里面的人辱菩萨蜜 安忍菩萨蜜 它最微妙是什么 安忍菩萨蜜的众生忍 是成就我们的福德 然后从众生忍再转进到法人里面的 又两块了 一块是什么 一块是指我们忍我们的烦恼 我们怎么样跟烦恼和平共存 我们如果带着以病为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去看待我们的烦恼 那么这个是法人的第一块 还是属于福德门 可是今天所谈的就是 又叫我们从福德门 转进到纯粹的智慧门 也就是破我们的手之障 我们在前面那个福德门那一块 那还是破烦恼障而已 现在转进到这一个 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智慧门的时候 我们就要破我们的手之障 手之障是非常非常维系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所以我们对处理手之障这一块 就要非常的这个 更加的要有耐性 然后呢我想那个后面 我们会再找时间 继续跟同学们谈 就是我们的讲义五百七十五页 父次与十四难不达法中 有常无常观等 观察无外不知中道 是法能忍 名为法人 那么这个就谈到 佛陀为什么对十四难 就是十四种行而上学的 里面所探讨的那个生命课题 佛陀为什么 一个问题都不回答 因为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 那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我们就肯到 下一次上课来跟各位细讲 这个十四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这里面还牵涉到 阿兰基里面提到的建域经 就是跟这个建域经里面的一个比例相应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再继续跟大家谈 五百七十五页后面这个 有关十四难不达这个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很有趣的是 英国在二十世纪跨到二十一世纪 最卓越的宗教哲学家 John Hick 他生命中发表的最一篇论文 就是在探讨 十四难不达 所以一个西方的一个基督宗教的一个 最权威的一个学者 他最后在探讨生命问题的时候 探讨宗教课题的时候 探讨生命中的第五项度的生命智慧的时候 他回到了十四难不达 而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安宁波罗密的时候 我想也要特别跟各位来分析的部分 我也会借用这个John Hick博士 那么他的这个解说 所以这样我们就会对十四难不达 有重新的一个跟现代的那个语境 跟现代的思维 那么更贴近了一种切入点 那么我们今天共修教授也很感谢 惠灵菩萨你这个字幕的投影 给他大家非常大的帮助 很感谢 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 还有学助我们这个直播的 无中生有的这样的 这个好像也直播成功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感谢Grace 还有感谢我们 那个 丘贝师兄 各位同学 感谢 无限的感恩 大众请合掌 恭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至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摄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摄例子 使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真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形式 无言恶 鼻舌身意 无舌身相畏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苦即灭道 无至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以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以波罗蜜多故 得阿尼多诺三妙三菩提 故知波罗蜜多 四大神咒 四大明咒 四无上咒 四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耶 Psycho太ане 消灭 ro ponto 何咒机 sed Evangel sent if you have a goal or evil 佔中择 之音 centrmi 只是 Bodhi Swaha Gade Gade Para Gade Parasam Gade Bodhi Swaha 回向 愿小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大众各自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